有人修法德的神通无法自拔 没有错 其实不要理会 不用太去理会 也不用太去计较 神通有时候会把你搞婚了 为什么 因为所有精神医院里面的精神病患 都有神通 你们知道精神病患有神通 没错 都听得到啊 今天天上圣母跟他讲什么 明天释迦摩尼佛跟他是朋友 然后释迦摩尼佛跟他讲了很多东西 都是很伟大的 在精神医院里面啊 每一个都是佛菩萨 每一个都是上帝 每一个都是教宗 不然你的就是马祖伯 他们都可以 有时候还可以看到 只是他们迷惑了 做出来的事情 非常的乖张 非常的不合理 超出长情之外 然后就变成精神病患 大家说对不对 精神医院里面有些都是听得到的 今天有人修法得了神通 无法自拔 请问师尊他人该如何帮助他 第一个他如果是亲的 以后听到什么 或者看到什么 都不理会 都不要去理会 我们的讲法是这样子 因为你越理啊 越缠就越深 甚至进入了迷界你不知道 我曾经医过一个精神病患 他有所谓的被害妄想症 那个叫做被害妄想症 经常想有人害他 经常想到有人害他 有一个这样子的精神病患 有人害我 我在观察他的时候 刚好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一部飞机啊 从空中飞过去 这个精神病患他就跟我讲 他患有被害妄想症 他说这个飞机啊 就是来侦查我的 我说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你又不是当什么大官 你也不是间谍 也不是Spy 你也不是什么人 也不是很重要的人物 又没有什么知识 飞机飞过去说是来侦查他的 但会有啊 但有很贵的 飞机飞过去是来侦查他 这个就是被害妄想症 我问大家像这种人你怎么救 没有办法救啊 没有办法救啊 有啦 送进精神医院就可以了 哎 该如何帮助他呢 如果是轻症的 没有那么严重的 说你听到什么 通通不理会 对 那个来侵犯的 如果是鬼神来侵犯的 那 来 过来好像是要侵犯你了 你听到什么 常常跟你在耳朵旁边讲话 听到一些东西 你如果相信他 你写了下来 然后传给大家看 大家都知道 哎呀 笑耶 罚狂 不合理的嘛 写的东西根本就不合理 不可能 不合理的 但是那个是 鬼跟他在耳朵旁边讲 鬼跟他讲 我是释迦摩尼佛 那你就信了 其实不可以信的 你看到什么 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人间本来就是幻境 看到什么更是幻 你如果入了名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 第一个是不理会 不理会久了 他看你心都不动 非常坚固 心也不动 那就 就没事了 就算了 鬼就会离开你 也不会听到声音 你根本很镇定 你以了定力 来拒绝听那些奇奇怪怪的 那些不好的声音 所以那个要分辨 神通是有真的 也有假的 你必须要分辨得非常的清楚 你才能够自在 你如果分辨不清楚 一边是精神医院 一边是真正的神通 两边 如果自己执着了 你要去请教 那些懂得 真正懂得神通的师父 自己执着了 必须要由师父来帮你解决 帮你把声音隔绝掉 帮你看见了 把它盖起来 让你恢复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只有这些方法而已 如果更执着了 没办法 大部分都会被送到精神医院 很多症状 有的有洁癖 洁得太厉害了 洁癖太厉害了 洁癖到什么程度呢 刚刚洗完手 又去洗 洗到皮都破了 血都流出来 还在洗 所以洁癖如果太厉害了 刚刚去洗手啊 用那肥皂啊 人家洗一下 几分钟就结束了 他不是 他这一洗啊 洗个半小时 洗个一小时都洗不完 另外 另外 洗好了 才走 又回来截着手脏了 又来洗 洗到这个皮都破了 都流了血 他还在洗 他变成一种强迫症 要如何帮他呢 我曾经有一个也是 洁癖洁到洗了手 这个到最后他家人 把他绑到我面前来 手全部都是弄了纱布绑的 问我怎么办 我说 还是请医生看吧 那时候我真的是 治这个病人倒是很难治 有时候是面对他 治这样子的病人 因为精神病患 来求我治的也很多 有的是 因为他被这个灵附生了 师尊有办法 就把这个灵 从他的身体给他赶出来 另外也有人 他动不动就哭 一下子他就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哭不完了 见到这个也哭 见到那个也哭 哭不停了 然后经过我用手这样子 好像说拍他的背 拍他的背 然后震荡他 然后他这个 终于有一个枯薄 老太薄喜欢枯的枯薄 从他身体里面掉出来 就跑了 从此以后他就好 就醒过来 也有这样子 有时候是被鬼神附生 被鬼神附生 我们修行人也会犯这种病 我告诉你 大家要小心一点 不要以为 这个释迦摩尼佛说 跟他讲 我是释迦摩尼佛 他就信以为真 结果跟他讲 他就 骂这个人 骂旁边的人 骂邻居 骂什么 然后他就写了那些 一大堆寄到隔壁去 结果人家叫警察把他抓走 然后送到精神医院 这样子 就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以为是神通 其实不是 是鬼通 这个要小心 不理会 不理会 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 不理会看见的 不理会听见的 因为他讲的话都太离谱了 太超乎常情了 这个不用理会 我会想到这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